在这里一起分享大家的故事和情感历层 两性相处的时候啊 人们常常喜欢讨论一个话题 男人看女人的时候到底会先看的 有些人会觉得看脸 也有人觉得是看腿 答案总之是五花八门 可是小鹅觉得看人的时候 仅仅看外表那有一些熟了 所以看男人的时候啊 女人最好是看一下她以下几个品质 第一个看她是否有上进心 作为男人条件好跟她有上进心 到底要怎么选呢 有些女人或者会很疑惑 放着一个条件好的男人不嫁 是要找折腾吗 其实小鹅觉得呀 男人无论是条件好与不好 都应该要保持上进心 如果他的条件不是很好 至少有上进心的人会有自己的理想 想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他会尝试着给你更好 而一个只是条件好 但是却没有上进心的人啊 他就有可能只会依赖上你 其实每个人都想嫁给一个高富帅 但是高富帅他并不是萝卜白菜 谁处可见 如果有的话 那当然是幸运的 第二个一定要找一个视你如珍宝的好男人 男人会因为宠而爱 所以爱你的男人啊 他不会因为时间的变化 而慢慢忽视你 更不会因为外界的因素而冷漠你 他会成为你夏天里的风扇 成为你冬天里的暖手宝 在你生气的时候 他会对你开心 当你难过的时候 他会摸着你的小脑袋 然后安慰你陪着你 这样的男人都能够包容你的小脾气 也会宠溺你一辈子的 第三个就是要找一个心思细腻的好男人 女人的心思都非常细腻 他们渴望有仪式感的生活 渴望在节假日里收到礼物 收到惊喜 所以他就希望自己的男人和自己多一点默契 但是心思细腻的男人通常能够通过你的一个微表情就感受得到你的需要 因此啊 他们往往会显得更加有默契 很多女人都觉得感情是输在了细节上 但是心思细腻的男人是绝对不会忽视掉细节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请关注我 也欢迎大家给我私信留言 谢谢大家